歡迎大家來到微電影世界 這個星期我會為大家一連演習 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將直入廣告、明星效應、音樂MV 和故事片的重要性混合在一起 通過微電影跟大家講講他們的關係 在2005年 當三支網絡在香港剛推出 運營商為求上客 割出其謀 要表現三支網絡傳送的優點 由我監製的亞洲第一部手機互動微電影 《球愛123》就是這個時候推出 創新鮮河 年輕人的愛情 往往由暗暖、明暖、苦暖開始 真是個個精彩、個個新鮮 由劉浩龍飾演的懶惰小店員Hans 他喜歡劇中遊樂機而飾演的Louise 而因為對初戀充滿幻想的大茂茂加入 更加令這段三角戀愛 添上了充滿糾纏不清的色彩 至於這位 連Hans都未下單位 就知道他要飲咸零七的就是Gina 脾氣、兇兇兇點 不過挺好人的 其實 Hans近這星期 天天來這間餐廳報道 原因不是要見Gina 而是見這位她夢中的情人 她就是叫Louise 是Gina的好朋友 Louise 是愛心咖啡 謝謝 喝吧,慢慢吃吧 一共十集的球愛123主題曲 斷尾 由劉浩龍主唱 當年流行一時 故事結構完整 亦都帶動了宣傳造勢 對手機運營商的推廣增值服務大有修效 好 誰仍讓我悲 誰仍讓我喜 誰仍讓我死 心不肆 奄奄一息 不服氣 所以 重重被證 救救都不斷命 誰仍讓我生 還能令我死 還能樂到妥妥 奶奶千轉反則 千千你 所以 真棒,簡直是完美 你…你別誤會 我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些人 這些…不是那些東西 你先聽我解釋吧 你真是別誤會,我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些人 真是…來…好吧 送外賣 鮮藥字,鹹餅七,二十一個半 不用走 啊…這麼久啊… 很久啊? 如果你想欣賞全套《求愛123》系列 可以上Facebook 《微電影世界》慢慢欣賞 下一集會有 陳奕迅、楊千華主演的 《遊猜愛情故事》 想知道有多好看 明天跟你介紹吧 觀眾朋友 我是說 全成功 每一個天 只要可以 整個日程 之後 給你一點負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